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间亲近社区是台南首座阳光社区 100年小英至今已有56户住户参与 是全国最大由住户自行出资设置的阳光社区 装了太阳能光电以后 对于我们室内的温度也有降温的效果 然后又多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平台 又遮阳真的是依据素得 以住户展小姐为例 屋顶装设9.2k瓦装置容量 投资成本78万 当时台电收购价每度10.3元 发电量大时每月卖电回馈达万元以上 后续维护清洁也很简单 其实我们正常大概都是一到两个月 一定会清洗一次 然后维持它一个有效率的发电的一个效果 那像我现在我是民国100年的12月装置的 那我们平均一个月至少 就是等于年平均来讲的话 一个月至少都有1万以上 也差不多到现在这个时间 也差不多快要回本了 台南市其实在推动阳光电程这样的一个计划里面 其实台南有很多优势 就是说我们的日照最多 那我们的这个力能的相关的产业 上中下的这些相关的产业其实非常的完整 那另外我们也成立了单一窗口 那另外中央把那个阳光屋顶百万座的办公室也设在台南 所以有这样的条件 其实我们在推动起来其实是会比较容易 阳光电程计划五大项目包含阳光公社 阳光屋顶 阳光社区 绿色厂房及农业大棚 利用屋顶限制空间设置太阳能系统 创立超过60年的大雅电缆集团 贯彻绿色企业友善环境职责 于2014年成立大雅绿能科技公司 成为台南第一家企业取得电业执照的太阳能电厂 我们身为一个能源创接的领导品牌 我们应该来做这个 从创能 节能到除能这方面 都是应该我们要投入的心理 目前在我们的厂区里面 有超过3.2MW的发电规模 几乎是超过大胺公园 五个大胺公园一年的锡弹量 也为我们工厂产生了大约一年十分之一的用电量 2017年台南市第二家太阳能发电厂诞生 友达光电台南厂装置容量3.87百万瓦 每年发电量约484万度 相当于1353户家庭一整年的用电量 同时减少超过2640公吨的碳排放 等同于发作台南公园年减碳量 从县市合并到目前我们的设置容量 其实我们的键是总共3800多键 其实这3800多键里面 其实是应该是全国最多的 那目前我们设置的容量达到274MW 那这个相当于575座的 这个台南公园的减碳量 在全民响应下台南市太阳能光电系统 装置容量在2016年11月达到一座 增温水库水力发电厂年发电量的目标 2017年获得APEC第三件能源智慧社区 最佳低碳示范城镇金纸奖 除了是台湾地方政府首度获金纸奖殊荣 也让全世界看见台南绿能成果 所以我们未来在两年 还要再设一座增温水库的花电厂年 还要再设220MW 所以我们这样的目标定定以后 我们会全力来推动 台南市完善的绿能产业 获得中央政府支持 将在台南打造一座沙伦绿能科学城 沙伦绿能科学城来讲的话 它应该有两大部分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它的研究中心 第二个是示范场域的部分 未来会把周边的包括中研链 包括我们目前在推动的会展中心 全部把它融在整个所谓的 沙伦绿能科学整个范围 包括目前在推动的 无人驾驶的试验场以内 沙伦绿能科学城未来将是 绿能科技产业发展中心 研究中心及师分场域 预计108年建设完工 整个相关的建设完成以后 陆续会吸引将近4000轮的 不管国内外的研究轮延 进到我们的科学城里面来 那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计划 能够带动我们国内的 绿能产业的发展 而且能够扩展到整个全世界 阳光资源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透过绿能科技 台南不只要成为低碳城市 更期望能达到太阳光电 非核家园的目标